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栏目管理局的研究说 在护理用品当中加入滑石粉的成份绝对安全 到底滑石粉与患卵巢癌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外界仍然中雪纷纹 虽然有科学家说 当滑石粉微粒被带到卵巢 会导致卵巢发炎 长期的验证更加有机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亦都说 若果将滑石粉用在生殖器有可能致癌 但医学界实际上还未有确实的证据 证明滑石粉和患癌有关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说 如果某种物质会致癌 理应摄取得越多 风险就越高 但研究仍然未发现到滑石粉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而美国癌症协会亦都说 即使滑石粉会增加卵巢癌的机会 但影响都只是很轻微 强生这次被判要赔偿7200万美元 折合大约5亿多港元 可以算是天价的赔偿 但原来要赔偿这么大的数额 在美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了 吸烟危害健康大家都知道 但美国就有一名女烟民 指控香烟品牌万宝路的制造商的广告欺诈 和有过失行为 令她多年来一直都深信吸烟充满魅力 她结果幻想肺癌病逝 法院2002年裁定烟草商 要支付28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换税回港元即是超过2100亿 当时创了美国有史以来 赔偿给个人的最高纪录 另一宗天价赔偿案 就与日本汽车生产商丰田有关 诉讼源于丰田有车款的地毡 卡住油门 导致汽车突然加速 在美国酿成严重的车祸 令到车厂要回收超过1400万的车 又引发诉讼 最终丰田同意以11亿美元 即是大约港币86亿达成和解 是业界史上最大的金额 作为全球最大个人护理产品生产商 强生以往多次涉及隐瞒产品的安全问题 要回收和更改成份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是否一定要牺牲消费者的利益 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我们深思 今集新闻智库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产品 命令到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